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真在这儿 我在渡口那里听说你在上游防训 哈真 你怎么来了 我随西月的迎亲团来到下游渡口的 你不想去看看你未来的王妃吗 有什么好看的 那可是西月第一美女啊 不过是一桩买卖而已 她嫁的并非是我 而是大唐 我娶的也非她 乃是西月 公主你在干啥呢 嘘 小声点 我听听我哥他们的洞下 一会儿到了长安 我替你去接人逛逛 你就替我去接圣人和那个资王 啊 这怎么可以 要让大王子知道了 再说 你都不想见见你未来的夫君吗 有啥好见的 就算那个家伙是头猪 我还能后悔跳船跑了呀 不必太多忧虑 和亲是两国大事 圣人也非常重视 公主伶俐乖巧 又惹人怜爱 另外 资王为人谦逊温和 能力超群 在皇子中最得圣人器种 啊 我好想听他们说 资王很重的样子啊 啊 你真给公主说中了 哎 中原人说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 驾鸥随鸥 那你说这话的时候 拿着公干啥呀 哎 不对啊 你怎么把公带来了 哎呀 你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 啊 你干什么 公主今天是新娘子 当然要盘发剂呀 盘发没问题 这发辫 是不能解的 就照公主说的做吧 西月习俗 未婚女子的发辫 只有丈夫才能解开 啊 莫非姑姑您也是我们的族人 但是开面还是要的 啊 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说干嘛 开面就是竭净您的眉毛 冰角和脸上的汗毛 不要不要不要 不用怕 哎呀 公主请忍着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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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是民进台 带梅画中彩 脂粉何须天 莲花自清妙 空剑不会用硬弓 我给你上了麻药 持弓不会有问题 只要保证那之前 不在窗口崩裂 该出发了 记得用袖子遮着些 长安环珠和谱 圣慈恩谱天下 宣夕月公主爱麦拉入堂 嫁于九皇子李迁 愿两国就此交好 互相扶持 容两国百姓之安宁 让我看看 她们在干什么 应该是转错方向了 这边转 这家伙不分左右吗 二位新人 请一步殿前 开始典礼 这活是啥子吗 公主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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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典开始 请新郎念却膳子 香透满堂金玉彩 膳遮半面桃花开 贫贫若惜秋一苦 荣荣何度 成亲还掉这张臭脸 庄下都不会嘛 公主 已经赢完诗了 您对王爷的诗句还满意吧 啊 满意 那就请公主把手上的扇子 交给老奴吧 哇 真是个美人 对啊 哎呀 坏了 坏了 是啊 新人行礼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蒙结良缘 天赐之和 愿两国永享和平 请欣然射空剑 啊 射空剑 怎么完全不记得是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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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公主 嗯 射空剑是啥 空剑就是新人将寓意祈福的三支剑射到天上 代表向天祈求三个愿望 怎么样 王爷 还请王爷射空剑 莫错过几时啊 原来就是射箭啊 公主 这还不简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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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久闻喜悦连女子都是神圣 正好借此良机 请公主为我等展示 没问题 许愿 许愿 别忘了许愿 嗯 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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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死剑怎么一起射出去了 啊 不是一起射吗 凯莉 你怎么不告诉我 以常人的逻辑 这还用说吗 九嫂喂我 啊 嘿嘿 没本事才一箭一箭射呢 我早看出九嫂非池中之物 哈哈哈哈 过奖了过奖了 咱们结拜吧 啊 九嫂 以后我就叫你大哥了 为什么呢 九嫂等我 哈哈哈哈 一箭射天天赐良缘 一箭射地地配一双 三箭射洞房 乾坤一体 帝妹神社 这让人大开眼界呀 好了 空间已毙 还是喜宴上 多让九郎敬酒啊 唐乐 你赶快回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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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儿快快 世妃 太棒了 冲啊 哈哈哈哈 要是能一直这样无虑无虑就好了 以后我要你每天都背着我在西洋下奔跑 你以后 再也不可以骑着她在西洋下奔跑了 安公 谢谢你替我挡刀 你都说好些了吗 本来快好了 但是伤口又被人扯开了 啊 是谁这么混蛋 她是谁 她是菲儿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从不分离 哦 青梅竹马 你要干什么 你不再需要她了 你得和我走 我为什么要和你走啊 放开我 因为你已经嫁给我了 哎 哎 怎么是你 你已经是资王的人了 和过去再没关系了 放开我 你已经嫁给资王了 放开我 菲儿必须跟我回西院 菲儿 菲儿 告证我可不可以 不要离开我 菲儿 菲儿 公主 醒醒 王爷来了 啊 喂 你进屋不知道我敲门吗 刚才有敲过门 但是公主您完全听不到啊 你也都没回来 现在又来我房间干什么 我 我在说什么呀 把衣服穿好 随我进宫奉茶 等等 不管怎么说 仪式还是要完成 我们还没有喝合金酒呢 酒不是都让你喝光了吗 啊 啊 嗯 缺燕 背车 一刻后出发 是 菲儿是谁啊 昨天不是还挺温柔的吗 儿子给阿姨 淑妃娘娘请安 埃梅拉拜见圣人 淑妃娘娘 嗯 大家 你看这儿媳妇如此懂理可人 圣人 不该给点赏赐吗 啊 艾妃说得对 呃 艾 艾美拉 对 艾美拉 这夕月音我总念不出 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艾美拉还没有来得及取汉名 就肯请圣人赐一个汉名吧 哦 赐名 哼 既然是淑妃娘娘提议 不如名字也由艾妃赐予吧 嗯 明月出奇连 苍茫云海间 艾美拉生于奇连山下 而今嫁入我大唐 就向奇连山赐予的明珠 不如就叫明月 明月 好名字 就叫明月吧 谢圣人 淑妃娘娘赐名 只是 只是什么 听人说 中原女子嫁夫随夫 还望圣人恩准我能官代皇姓 祈愿能驻大唐 能与西月长久交好 是你们可汗让你这么说的吧 嗯 圣人你都知道了 嗯 嗯 就是我阿爷交代的 可汗交代的也好 自己要求的也罢 珍亮 在 传阵旨意 赐夕月公主官代皇姓 名为明月招之天下 是 李明月谢圣人 谢淑妃娘娘 好 真的看见了 小月绝不会看错 肯定是十字王妃 要不是心里有鬼 干嘛要穿功臂的衣服 哼 嗯 怎么又碰到了 是乔姑娘啊 好巧 先别着急走嘛 嗯 啊 夕月公主怎么穿成这样子了 难道是被酒郎 给凶了 啊 小瑞 不许乱说话 哼 宫中可不是你家牧场 鬼鬼祟祟的是要去哪儿 我去哪里 没有必要向你汇报吧 不过最近宫里倒是真丢了不少珠宝 你穿成这样偷偷出入 要是被旁人知道 准会多心哪 是吧小瑞 对啊 他们一定会说自王妃 想入风行窃 你们 你们不要血口喷人 你要干什么 我们是想帮你洗脱嫌疑啊 放手 难道王妃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们你们血口喷人 你们血口喷人 公主 我和你拼了 啊 李谦 姑娘 子王妃 太蛮后无礼 竟然有时刻打伤我家公主 放肆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李谦竟然出手救我 之前的冷漠究竟是怎么回事 九郎 你竟然如此护着这个外族女子 明月是我明媒正举的王妃 要管教也轮不到别人 九郎 你竟如此无情 靴燕 你就不用谢我了 谢你什么 是阿郎知道公主舍不得是非 才让留下的 这个家伙 不是要修我吗 为什么又替我解围 真是个怪人 阿郎回来了 公主 公主 王爷她不是真的要修了你 那她是想修着玩 明月是我明媒正举的王妃 小管教也轮不到别人 我就说嘛 我们公主虽然有点贪玩 不听大王子的话 又会突然消失 力气还大了点 王爷说公主 公主是个好姑娘 她要修我 本姑娘才不在乎呢 你进来一下 谢谢你马菲儿 我留下那匹白马 只是随口一说 与你无关 就像下午在宫里也只是人前作戏 你不要想歪了 我要和你约法三章 省得你老是给我添乱而不自知 第一 你既然来了大唐 就要守大唐的规矩 凡事要三思而后行 如果你的行为影响到我 影响到王府上下 我会第一个舍弃你 第二 在王府之中随便你怎样 在外面 你要扮演好王妃的身份 第三 虽然你是我的王妃 但是不要对我想太多 我不会提供你任何奇怪的幻想 王爷是不是看了那个绘本了 中房 连连见人呢 年前兵变 万品诗绪 久妙震惊 罪实在无 信赖上天诱护 陈宫忠心 使得平乱 借今日中秋佳节 与皇子诸公共饮 愿我朝天作绵长 子民再无灾恶 圣元恩责念备 奉陵秀周万方 臣等 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 别说话 如意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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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嘞 王妃 来 你 你这是干吗 坏人面前恩爱点 张嘴 夫君 演戏要演全套 乖 快喝掉 我来帮你擦干净 夫君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一切正常 还挺好看的 好 如此两夜岂无佳月 慧心请准为圣人和诸公献上一曲 我也好久没听慧心的琵琶 今日正是加时 中秋寓意团圆 独奏略显冷清 可否再请谁与慧心合作 方和今夜仁月两缘 家国平安的喜庆 说得好 谁愿上台助兴 健康 请与慧心公主合奏 这是慧心的荣幸 慧心听闻 九王妃虽才入长安 却也同样失诚蓝寝食 若是与健康公主同门合奏 必能锦上添花 四王妃竟然 李济兰 茗玉 你们怎会认识的 前次躲雨 误进了师父的道观 我见健康公主也在学 便也求师父教我 师父原来名字叫蓝琴师啊 真好听 如九嫂所言 秋雨恼人哪 难怪 早闻西月歌舞特善诸国 我也很想知道 西月月季与大唐琴一融合 将是何等优美 好 那就由明月健康会心 为大家合奏一曲 是 可 可 可 忽然脑子一片空白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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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通知圣人 等等 先不要惊动圣人 尽量将刺客 消灭在外围 我已令金武卫严守私教 令吕文君立即前来 随时准备护驾 诺 子王妃怎么不谈呢 王妃一定是准备展示一段华彩 瞧好吧 怎么办 真是太丢脸了 镇链 镇链 就像平常一样 李明月 你行呢 这 怎么一点也听不出李继兰的影子呀 子王妃的独奏果然不同凡响 只是 很难解释 咱相信会是李继兰交的 那是自然 子王妃怎会结识叛军余孽 老夫有心头晕 兄弟 立功的机会给你了 和 和 是大哥还吧 大哥要爱护弟弟嘛 你得要让大哥吧 大 大爷 不是 大 大哥 你 丢我手 好了 好了 明月 你这秦义可是要受罚呀 嗯 明月笨拙 有巫舍人 和淑妃娘娘盛听 是我要你谈的 怎能怨你呀 虽然你的秦义不行 状态还是非常投入的呀 哈哈哈哈 唯 虽然 师父可能传出这种神域 太累尽了 哈哈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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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桃有毒 不 皇爷 皇爷 我 你 皇家 和 少人 少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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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公似乎不太信任我们呀 竟然另派了火人 难道张宝伏是想赖账 都拿好吃饭的家伙 休让旁人抢了俺们的火箭 这人是他 就是联石英 是联石英 联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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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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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上 为先天皇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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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下魂军 中下魂军 谁在乱喊 不是我们的人 王八蛋 出卖我们 快撤 联石英 放开我 让我杀了联石英 主上叔快跑 主上是王 我知道 后来那些刺客全被干掉了 就是一个活口都没留下 也不知道是谁总想杀我 难道这就是驾到大唐的宿命 王爷中了毒箭 好在一时赶得及时 王爷 王爷 其实他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你在找秦吗 王爷知道 是你把他藏起来了 我把他烧了 你可知道他们刚刚来查的就是那家秦 啊 插起你暗藏勾结叛军的密信 不 不可能 师父怎么会 李继兰是叛军于你 勾结叛军也没什么意外的 啊 你可知在大唐勾结叛臣是什么罪 满门抄斩 不只是你我 和府上下包括雀验坦力 啊 这些你有想过吗 我相信师父 他不会 他不会 就算李继兰没有在秦里藏心 别人就不能构陷 啊 信是前夜有人偷藏的 说非第五城激情 现在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 啊 王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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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中毒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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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刚烈了吧 怎么好像在哪里听过啊 不会又是来杀我的吧 驾 驾 你们是什么人 皇爷 本以为只网住个金丝雀 却夹了条大鱼 今天运气真是不错啊 我们走 这些人怎么办 一个也不留 你们听见了我也没办法 穿这么累赘慢了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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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好 说资王受伤后已经武功全无 看来这消息是假的 你冻下试试 后退 跳下去 跳下去啊 怎么不跳啊 你正想着怎么摆脱我呢是吧 你就可以和你相好的在一起了 你拿我威胁他没用的 他早就想把我修了 你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自己走 非得让我故人杀你 你们在胡说什么 哦 原来是李牵固有了你们 他给了你多少仇劫 帮我杀了他 我给你双倍 不 三倍也行 他死了 家长不都是我的了 真的 你们当我是傻子吗 他死了 你可没法向西月交代 大唐与西月的联盟 岂是死个公主就会瓦解的 大不了再取一个就是了 你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你就是个人面受仙的秦少 你 闭嘴 你 你 皇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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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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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隐蔽处 你把这些尸体处理下 是 我要把剑组弯出来 你忍着点 好在处理机时 伤口并没有恶化 这里一般没有人来 就先在这里休息 先简单处理下 我去找些止血止痛的草药 王爷 我这里有西月的外伤药 这个药 你怎么总是淡在身上 我只是随便一碗 你就是那天 今天这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坦力都不成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是在保护你 圣日 这儿没旁人 咱们父子不用如此拘谨 是 记得你小时候和吴 一直最亲 吴有时想 当年吴若没有误信谗言 让你母亲冤死 咱父子不至于如此 母亲之事是奸人作祟 也归阿娘命薄 儿子从不敢埋怨圣人 还请圣人宽心释怀 不要再为此自责 罢了罢了 罢了罢了 我看下午明月回来行动很不便利 鸣与孩子信心 让圣人担心了 鸣与猎鹿之士被伤倒 并无大碍 是吗 伤筋动骨也非小事 你早些回去陪他 是 明天他若还痛 就不必勉强围猎 是 你 你睡这儿 我们下去了 我们下去了 阿郎 王妃 早点休息 圣人注意到你脚伤 不好再另机掌握 从今晚起 直到狩猎结束 我们都得睡一个帐篷 那 我是无所谓啊 不过 我睡觉可是会惊人的 还有 我习惯睡里面 你做什么 我睡这儿 可地上冷 有火炉 你 我睡觉了 我睡觉常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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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evaluation 来 杀 把他们赶下去 杀 把他们赶下去 杀 好吃 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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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哎 天气有点凉 来了公主 夜护来了 显 可 天气宏 是 球 衣服 妹夫啊 姿王果然风度非凡 夜护远来辛苦 快请进 王爷请 安排了 我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云四哥哥 你怎么来了 也不听姐说一声 我想你啊 所以请夜护准许我通行 当可汗不是让你住手便在吗 呃 她上月已准我回王亭 刚好我半路上遇到夜护 就一起来了 太好了 咱们多久没见了 哦 两年 两年三个月十二天 特略 她是谁 忘了引荐 云四 光光着说了 咱们先进去吧 前往房的预备好了 我亲自安排的 我和王爷说好了 咱就住家里 你去洪路寺那什么四方馆 咱们有没有 都有带什么好听的 所以她到底是谁啊 云四大哥啊 她是公主青梅竹马的玩伴 以前过家家 还总说要娶我们公主 轩燕 我先回房休息 你帮夜护他们安顿好后 来书方见我 呃 是 嗯 嗯 你oker 多谢王爷款待 如此盛宴 还有这帮美妙歌舞 凯尔比 敬王爷一杯 烟壶客气 大唐规矩真麻烦 好不容易咱们见了面 吃饭还得隔这么远 怎么说话呀 他们都叫你 明月 这大唐名字真别扭 月亮哪有爱曼拉于一身课 他们不懂夕月话吗 你还叫我爱曼拉 好 漂亮的好 对了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玩的 什么 闭上眼睛 好 你可不许偷看 草叶蝗虫 草叶蝗虫 我以前最喜欢这个了 你喜欢的我都朗朗气的 小时候你给我编过很多这个呢 叶蝗 来 倒酒 叶蝗 先干为敬 我小时候才不这样呢 你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你不是 倒酒 我怎么也喜欢 叶蝗虫 才这样呢 阿朗 今天的菜不合口味吗 您怎么快喝酒啊 这酒不错 我喜欢喝 有问题吗 我还是觉得 我们那儿的酒更香醇 我也觉得 好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 都下去吧 怎么这就结束 大家这儿喝得开心哪 叶蝗醉了 让她早点休息吧 来吧 王爷在了 拼酒我可从来没怕过谁 哎 一年前 当我得知要娶你时 的确非常反感 熙悦争据不稳 一直在大唐与南路间摇摆 一旦熙悦生变 你随时会变成妻子 我不怪你 来前傅寒就和我说清了 他让我自己选择 那时我想 如果牺牲我一人 能帮助熙悦和大唐万千百姓 我怎能推辞 与你相比我果然太自私了 我只想着自己 南路 大唐 西域 都有人在暗中反对这种怜音 他们竭尽全力想杀你 好切断两国盟约 每次都是你救的我 我是救我自己 怕你出事会连累我 甚至 把这些都归咎于你 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同意来长安时就清楚 作为政治工具的宿命 工具 是用哪来的情感呢 茗玉 你一度给了我不切实际的妄想 让我以为遇见了那个命中注定的人 但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不会再纠缠着你 也请你 放过我吧 茗玉 我 我 现在 是我要缠着你 因为我的逃避 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茗玉 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我是真的 真的爱上你了 不好不好 能太速了 你看这件怎样 嗯 这件呢 我觉得哪件都很好看呀 可就是没有一件都让我满意嘛 公主 其实你穿哪件 王爷都会喜欢 嗯 瞎说 关他什么事啊 逛街 怎会打完漂亮点吧 嗯 那今天可以让王爷陪你买几件新衣服 嗯 不错 不过王爷可快要到了哟 啊 怎么办啊 我到底换哪件啊 要不这件吧 哦 我也觉得这件最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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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参加五哥的接封宴 真的没事吗 接封宴 主要也是上人询问边境边事 所以昨天我和五哥商量过 还是必先好 哦 嗯 何况今天是上元节 我更想让这节日 只属于我们 那你可要陪我把长安城逛个遍 把之前欠我的都补上 好啊 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哎 娘子 您的特大丸 郎君真的不来一晚 嗯 我还不太饿 嗯 当然是吃饱了才有力气逛街嘛 你别勘探不想 老板的手艺可是一绝 一般人我还不带他来呢 嗯 那个 你每次逛街都会来这里吗 是啊 啊 上次喝云色哥哥 哦 哎 哎 你不会吃错了吧 哈哈 我哪有 哈哈 小心眼 哦 哦 来 小心烫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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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儿 你说把勺子都吃掉吗 好吃吧 嗯 嗯 这叫什么 真是太好吃了 哦 不是吧 连馄饨都没吃过 哦 你是不是长安人啊 哎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啥都没吃过 以后你跟着我 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 哦 嗯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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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好热闹啊 哎 明月 啊 啊 哦 哦 哦 哎 呢 是 л 是 王爷 我抢到了 厉害吧 这是抛秀球招戏 谁抢到 就要娶那位小男子了 啊 这个不能给你 施主 我执念太深 命里有时钟 这个做你了 你看 黄鼠的没错吧 娘子 好看吗 你戴什么都好看 你嘴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甜了 不好吗 挺好 继续保持 掌柜 那个钗子拿给我看一下 客官好品位 这个可是上乘之作 这钗子可真好看 客官一定是送给新上人的吧 正是 这个钗子多少钱 文银二十两 这么贵 贵不贵就看那位小娘子在公子心中的分量了 要是平日啊 这个少说要买三十两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 我是干公子面膳才便宜些的 我看看二十两的钗子什么样子 资王 资王妃 不知二位贵客到访 真是令小店蓬比生辉啊 少来这些没用的 这钗子多少钱 二十两 二两卖不卖 二两可卖不了 走 我带你去对面那家店 新到了很多款式呢 价格好商量 就二两 多一份没有 这 好吧 这就给您包起来 辛苦 掌柜 不辛苦 你说他这钗子会是送给谁的呀 我猜应是为小娘子吧 废话 回头问问康乐 他一定知道的 今天我不想关系别人的事情 只想好好陪你逛街 那陪我去把几件新衣裳 走 这边看灯吧 好 刚好 还在掌柜 来 和伊斯君 好酒好菜呀 人家有好酒好菜啊 太 fällt了 嗯 啊 王爷 怎么了 你身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伤疤 大多是在战场上留下的 没吓到你吧 没事的 都是些旧伤 我还痛吗 偶尔 作为你的王妃 我竟然一无所知 其实我更希望 你永远不要知道这些 你总是把所有的事情压在心底 虽然有些事我还不懂 但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在你背后 永远支持你 赢了 明远 王爷 我们已经成亲这么久了 但还有件事情一直没有做 这 什么事 盒锦酒 你干嘛哭啊 我是替公主高兴啊 我也替阿郎高兴 久了 阿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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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